升近中市中小学生前进锦标赛会期 没有中国国情呢 在哪个土地下生活我自己不知道 Hello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有些中国网友给我发了一条 8月初啊 山西的近中市国小运动会开幕仪式 现场出包了 在升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企 以及波万义勇军进行曲之后啊 换到了升国小大会期 但是各位你知道吗 现场播的大会期是中华民国的国旗歌啊 马上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影片 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格 升近中市中小学生 前进锦标赛会期 我非常确定这是真实的影片 因为我找到五个不同长短的时长 还有不同上传者他们的版本 对吧有的两分钟有的五分钟有的十分钟 那我看完这个开幕 确实播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之后 播了中华民国国旗歌 而下面刘维军的中国网友也纷纷表示 诶是真的啊 我们带大家来看这些留言哈 我还以为是台中市呢 啊一看是警钟 这真的是直播放出来的吗 诶小城市他们知道的可能不多 大陆知道的也很少 对吧可能就是误播这首歌 也不知道这首歌是什么 所以呢就拿来当作是我们国小的对歌 太抽象了甚至两个前后放 为什么是这首歌 旗是大陆的旗 而且也没有台北奥会会 可能他们想播奥会会歌 结果收成对面的了 哦这首歌是配音吗 我有点不太信 你看抖音直播回放啊对吧 不是这真的是大陆的学校吗 你看都已经是五星红旗了 肯定是的 曲调不错就是比较离谱 一定是看到了中国就随便放了哈 不知道这首曲子是对面的也很正常 因为防火墙的功劳 用户密码不匹配 最山川壮丽的一集 你这哪是进宗啊 你是台中吧 真放了还是配音 真的放了 看完我看过完整版的 有没有非常搞笑 原来去奥运比赛的叫做中国的进宗队 还在那边抹黑什么中国台北队 这明明是进宗奥委会的歌 对吧你们抹黑什么台北奥委会 你们知道这首中华民国国旗歌的歌词 有一段是这样子 最后有一段叫做同心同德贯彻始终 青天百日满地红 这个我们可是从小升旗听到大的哈 原来山西已经被中华民国给光复了 当然啦如果小粉红认为这首歌没什么问题的话 记得10月1号中共国国庆要放这首歌哦 你在跟我说习近平跟中共中央同不同意 对吧肯定是不同意的啊 如果同意的话为什么要改国歌 为什么要改国旗歌呢 继续沿用中华民国的不好嘛 你不是都说同一个国家吗 那为什么不用同一个国歌呢 因为不同的国家嘛对吧 还有一点很诡异的是 为什么运动会的开幕仪式在晚上 这是什么996运动会人矿运动会吗 我在台湾从来没听过有国小运动会在晚上开幕 我国小国中高中的运动会基本上都是在周六 假日一大早上到下午 然后周一补假想想这些孩子长大以后 可能有机会变成股粉跟烂尾娃就不声唏嘘 除此之外还有一名中国歌手又在吃台湾豆腐浪 继这个四月那个广西乐团之后他又在吃了 这名歌手叫做王以泰对吧 他准备在9月14号的时候于台北小区浪开唱 结果在前天这名歌手却使用了我将从北京到中国台北开唱咯 硬要也对吧 你前面为什么不加一个中国北京呢 除此之外他还被发现他们单位在7月1号的时候 在网路上开卖台湾小巨蛋的门票 但是他申请送件来台湾的时间是在7月10号 也就是说7月10号以后还要再过几天时间 审核通过了你才可以开卖对吧 审核没过你还没送件你先开卖这不是偷跑是什么 所以啊你还没申请就卖票这就违法违规了嘛 再加上你前面那个中国台北 这两点就违反了中华民国的大陆地区人民 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 这是有法源依据啦 所以取消了他在台湾的演出 太棒了 台湾那些舔共人士又要出来说民进党迫害 我跟你说民进党要迫害的话 侯友宜跟柯文哲怎么可以一起来竞选总统大会 有没有竞选的机会有 啊选出是你能力不够 是你不得民心 所以你选不上 并不是没有给你这个机会 共产党给了他所谓的八个民主在野党 同而竞选担任主席的机会吗 你先去了解一下什么叫做迫害 再跟我来说民进党迫害好吗 相信啊还是有一些人会说什么 何必在乎我们叫什么名字 我只是想听个 也是 那希望以后你出门 大家都可以随便乱叫你的名字 给你冠上任何莫须有莫名其妙的名字 即便是你非常不爽的名字 通通给你冠上 这时候你肯定会纠正嘛 不对我叫某某某 我不是你说的某某某 那这个时候对方大言不惭的说 错啦 你就叫我说的名字 我认为你是这个名字 你就是这个名字 你的同事这样叫你肯定跟他炒饭天 你老板就跟你说没有啊 谁说你叫王小明的 你叫做林小明 是我的女人 对吧你是我的家人 你是我们林家的 但是呢 他财产不分你啊 虽然我们是一家人 但你要给我干的最劳累的工作 这个时候我看你会不会说 啊我只是来工作的 所以我的名字随便老板叫 你如果做得到这点的话 你再来跟我讲说 台湾叫什么名字不重要啦 我只是想听歌啦 哈哈哈 世界上任何国家被这样贬低 都会出来抗议好吗 不要把我们纠正这种正常的行为 当作是极端 只是因为你怕麻烦 如果大家都不在意自己国家的名字 被对方吃豆腐 是被一个想统治你的国家冠名哦 而且还改变了你生活体制的方式 如果大家都不在意的话 那世界何必要有国家之分 美国独什么力 澳洲加拿大独立个屁 英国挺好的啊 英国加拿大还不错啊 英国美利坚也不错啊 所以扫在那边跟我说台湾没有独立哈 我们指的现阶段台湾 台湾政体跟主权是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如果是的话就是独立嘛 当然我现在说的层面不是 台湾应该脱离中华民国的那个层面 我现在说的是大方向 所以不要在那边给我偷换概念 国民党那些人不是老是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存在 那是中华民国大陆领土 可是这些人 尤其是翁晓琳那些人 到了中共国见到他们当地领导之后 每个都变哈巴狗 一句屁话都不敢放 平时对台湾你们反对者叫嚣的那种态度 到了一个真正窃取你国家的政党 你一句屁话不敢叫 还对他们俄语奉承 然后回来再开计程会说 你看你们就应该怎样这样 大陆是我们中华民国的领土 你去对他叫啊 你对我们叫干什么 我们抢你领土啦 而且国民党跟马英九也呛过 台湾不是一个国家 只有中华民国 大家应该耳熟能想吧 前几天马英九到了泰国演讲 他说了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 大陆应该把自己建成一个民主国家 你看他不仅承认了台湾是一个 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外 也独立于大陆 他还承认了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 应该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 也就是他要分裂这两个地区 成为两个不同的国家 对吗 那你国民党到底在逻辑错了什么 你们不承认中共国 你们也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 那马英九前总统 这两条都给你们破戒了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影片 台湾已经是一个民主国家 大陆还在努力当中 大陆也应该采取民主的价值 把自己的国家建成成一个民主的国家 影片了之后还是要带给大家更搞笑的 最近不仅长荣的万国旗 没有中共国国旗 被小粉红抵制痛骂之外 前几天还有一名中国网红 在中国境内的石家庄饭店 发现了同样 这家饭店使用的万国旗 没有中国国旗 实在不能接受 尤其是在自己国家境内 还没有中国国旗 所以马上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影片吧 他没有中国国旗呢 你在哪个土地上生活自己不知道 要么就赶紧给他加上 是不是 马上就加了 你没有他 你也得有中国国旗 自己爱国之心没有 你马加了他 我觉得不应该 这都会叫万国旗 他是万国旗 好想加 我来吃 现在就谢 好 我打 我打 我这么严肃的事 你让他整这出 无论什么时候 你有一颗爱国的心吗 这是一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挺严肃的事 真的 要不你就现在挂手里面 我先去坐这等着 没事了吧 多挂点 咱们国家的东西 是不是 你祖国这么强大 生活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是 不觉得自豪吗 很自豪 多挂点 咱们自己国家的东西 宣传上去 就哪怕你跟财货 就是我希望你能跟财货 怎么去反馈 以后就先再买这种 这种活动的东西 我们不是不能支持奥运会 我们是可以支持的 但一定要 要选择的时候谨慎一点 先把自己国家 我们自己值得炫耀的东西 骄傲的东西挂上去 再考虑其他的东西 没问题 呼呼呼 挂一堆国外的东西 玩自己国家家里的东西 那么好 撒下不找 不知道咋咋咋 所以你们知道搞笑的是什么吗 这条影片的原版 我自己找的连结 已经被下架了 台湾的长龙 在巴黎 没有挂上中共国的国旗 被严格抵制 被强烈抵制 但是在中国境内的石家庄 他被无声无息的处理 被屏蔽消息 没有多少的中国人知道 甚至这件事情的热度 远远不及长容 你们动头脑想就知道啦 因为台湾不是中共国的一部分 而你想要占有台湾 所以有非常大的炒作价值 但是中共国境内 你闹事就是给党添乱 你闹事就是给国家添乱 饭店的后台 可能还有中共的党员有露骨 随便就给你这个坡后 来一个如来神掌 你去闹闹西方的耶稣基督天堂就算了 谁让你大闹我们体制内的天宫啊 我们退以万步来说 长容饭店跟石家庄这家饭店的万国旗 如果都没有中共国的国旗的话 那你们应该出征跟找线索 应该是要去找他上游的厂商吧 再来我确实认为在自己国家的领土上 如果你要挂别的国家的国旗 那确实你应先挂自家的国旗 再考虑挂别国的国旗 任何国家都一样 例如我在捷克的卡罗维瓦利的大饭店 也有看到青天白日满电红的国旗 同时还有德国美国日本法国的国旗 但他们绝对会先挂捷克的国旗 而且是在C位 在美国也是一样的啊 甚至你在美国要举自己国家的国旗的同时 你要举着美国国旗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小粉红啊 在美国的街头在那边支持共产党的时候 他还是会拿美国国旗对吧 因为不拿就会被检举被检举可能就要罚钱 或是被遣返回中国 新加坡甚至不准在非允许的场合下 直接单举别过国旗 所以我认同这名中国网红的想法 但我不认可的是你的问法 但我认为的是你态度可以好一些 你也可以放上网给大家讨论公平 但是你得到柜台人的答案之后 你不用咄咄逼人 你甚至不应该现场去教他该怎么做 长龙跟石家庄的饭店做一样的事 却有不一样的待遇 所以挂中共国国旗真的很重要吗 还是必须让党有炒作价值才重要呢 今天影片到这就结束 喜欢记得一定我不生气的 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巴小小见的 拜 好